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白鹿、张灵鹤新剧《宁安如梦》上线在即 果然还是真CP最好客 白鹿、张灵鹤主演的电视剧《宁安如梦》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从平台上的预约人数就可以看出来 2023年有望上线播出 满足观众的好奇心 狗子曾曝光过两人的恋情 现在又在电视剧中演恋人 果然还是真CP最好客 毫无违和感 《宁安如梦》上线在即 预约人数破200万 从各大平台的公开信息和预约情况来看 《宁安如梦》离上线的日期不远了 这也是很多人的期待和愿望 都想一睹白鹿和张灵鹤的风采 预约人数已经破200万 可见观众的热情有多高 目前为止 今年还没有很火的古装偶像剧 白鹿和张灵鹤的CP组合成最大看点 古装偶像剧的市场已经逐渐饱和 很多流量明星都会拍类似的电视剧 所以剧情的新鲜感不一定很高 这部电视剧同样是改编字小说 白鹿饰演的江雪宁为了当皇后不择手段 最终在宫变中被迫自杀 然后有幸重生 白鹿和张灵鹤这对组合最令人期待 他们的恋情被曝光后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有点出人意料 两人都是流量新人 有很高的人气 张灵鹤在《苍蓝爵》中有不错的表现 这部剧捧红了很多人 白鹿更是九五后小花中的佼佼者 这对新人组合在电视剧中 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毕竟他们是被曝光的真CP 观众的观看感受是不一样的 代入感很强 虽然电视剧的剧情没有新颖的地方 但是白鹿和张灵鹤的这对恋人很有看点 《宁安如梦》是今年古装偶像剧 最值得期待的作品之一 不仅是因为两位演员的颜值比较高 更是因为他们的CP感太强 热度非常高 白鹿被吐槽过大笑时的表情 但是从公开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他微笑时的样子非常好看 让我们拭目以待 《宁安如梦》是今年古装的颜值比较高 《宁安如梦》是今年古装的颜值比较高 《宁安如梦》是今年古装的颜值比较高